快快 请起 你不要再感谢我们了 你的心意我们都了解了 赶快 我们来研究这张地图吧 我把逃亡的时间定在了大后天的晚上 时间很紧啊 那天晚上是月初 没有满月 夜里应该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 所以即使有蜜蜂和蝴蝶 也都看不出来 免得满城都是蜜蜂和蝴蝶 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孟大你要记住了 你的马车就在这儿 我会驾车从神武门把韩翔给偷出来 直接送到你这儿 等到韩翔上了你的马车之后 我的马车就会掉头向东跑 同时柳青柳红的马车向西跑 瓦克的马车向北跑 你的马车就一直马不停停地向南跑 我明白了 但是那天晚上你们全体出动 统统不在宫里 等到皇上发现韩翔失踪了 你们都不在宫里 怎么脱得了关系呢 所以呀 这个逃亡计划里面没有我跟紫薇 那天晚上正好是令妃娘娘过生日 我们两个会把皇阿玛 押到令妃那儿给她作寿 到时候我们会把她灌醉 等到她发现韩翔失踪 最快要第二天了 你们打给你跑得老远了 是啊 你不要为我们考虑那么多了 华马发现韩翔逃亡了 第一件事就是把韩翔给追回来 至于我们在不在宫里 她已经没有心思去追究了 蒙丹 你放心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一来 我们死不承认 她没办法把韩翔的出走 算到我们头上 就算有猜疑 她也不忍心把我们定罪啊 再来 她实在太喜欢我和小燕子了 毕竟 皇阿玛是我们的阿玛 哪有一个父亲 忍心对自己的儿女心忍手辣呢 紫薇说得对 以前 连杰酝酿的大事 罪证确实 她们都逃过了 现在我们研究的 不是事后的追究问题 而是 你们能不能够安全脱逃的问题 蒙丹 你要记住 韩翔的香味仍然是她的致命伤 我们只能够把追兵拧开一小段 后面的时间 怎么能够让她的香味不传出来 是个关键的问题 这里面是有帮你准备的 檀香 茴香 还有印度进过来的佛印香 你们两个人 最好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 假装是卖香料的商人 这样万一有追兵追到你们 马尺里的香味这么复杂 可能会把韩翔的香味给遮盖住了 当然 这并不是一个万全的办法 可是目前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来了 过了明晚 我就把贵兵楼暂时地关闭 逃亡那晚如果说没有追兵追我们 我和柳红就一直到南方找你们 一直把你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毕竟我们一直认为 你们是越往那边跑越好 最好跑到深山里面躲起来 所以 我们今天的开会 说不定是大家最后一次在汇兵炉相聚了 三天以后 蒙丹 韩湘和我们 就天南地北了 师父 我连一套剑法都没学会呢 我相信 我们大家这么有缘 一定后悔有气的 或者有一天 皇马会想明白 韩湘的走是一件好事情 不是一件坏事情啊 到时候她又会追问 谁帮助韩湘逃走的 下令通通有赏 然后赦免了蒙丹跟韩湘 还帮王丹一个王 韩湘就成了王妃 到时候我们大家 又可以聚在一起了 这个遥远的梦做得真好 我们不妨抱着这种期望吧